水財庫 必絕攻略 剪裁如滔滔江水而來 水財庫有三個重點 一就是拖陽台的水 第二是廁所 第三個就是跟水有關的 就是廚房 我們需要水能夠忘 這三個位置如果都在整個的 爐盤裡面 就是水水相生 最害怕的就是 水火客 水不來才不來 都是我不好 來太晚了 跟著維中走 好運自然有 那我們來聽聽聽聽 這兩個禮拜大家想知道OK 罕見的刀煞 竟然把張維中嚇得予無倫次 但是聰明的佩真 一眼就看出盲點所在 在這個書會的外面 有沒有 像片子那個拆刀 是 就是出門劍刀 知道了一個 自己沒辦法避拔的一個 偉大主 極大主材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不是這個櫃子出的問題 是牠形狀出的問題 所以牠如果是放一個 對 就沒有關係 我們也是啦 跟妳講 做好很多 各位姊姊妹們們有福啦 待會兒要介紹的貴婦風水 不僅照顧全家老小 更要讓你的身價翻倍上漲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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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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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ALA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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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辦法參與你們的年代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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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口根手 好了 因為在over 大家一開始就轉胎 不太好了 沒有 這幾年代 我們就轉了耶 好可惜喔 你們是每天都在唱 我只在乎你啊 我們剛剛是個受驚嘆耶 真的 妳還記得 好啦 今天因為我們要再一次 來造訪那個包姐的家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它的風水可以說是 是 而且上次我們去看了 它那個風水 是它嗎 對啊 畫得住它 就是詹老師 對 上次也是詹老師 然後因為我們上次去包姐家 他的窗戶的禁忌 他說他對面整個忽然間 出現了一棟大樓 對 所以其實他很暗幽 對 他本來住得好好 後來越住越覺得暗幽 雖然他家裡其實很多驚動 擺設都很好 但是在暗幽的情況之下 沒想到他搬家了 真的 而且今天這個是貴婦風水 對 經過這麼多的時間 歲月的淬煉 那個包姐已經慢慢地出城入化 包姐自己剛跟我透露說 他覺得漸漸地開始就是 因為他說他搬來這邊 然後後來就被調去 越來越來越拍戲 對 然後他就突然間覺得 他自己年紀也有一點點 然後這樣很累 他就覺得以前可能 自己一個人就好啦 可是他現在就漸漸地覺得 不行 還是要找個伴 對 對啊 所以這個風水調整好之後 對貴婦風水是不是就提升 他自己整個人這個自信 還有桃花 其實不難 一點小小的一些技巧 就能夠創造貴婦風水 最主要還有 什麼叫做水柴味 什麼叫做水柴味 重點還有就是 驚動的筆記大小 跟如何加強版的使用方法 今天還是要一次的 毫不常識的 完全揭露出來 好 委託人包正芳 之前就很注重風水 去翻後陽台的時賴運轉 一直到餐廳走道的凹槽 蓋一座財神廟 都為他帶來無比的好運 所以這次搬家 他也花了許多巧思在裡面 不過單親媽媽要一人扛起 經濟重擔 顯得相當費力 所以今天老師要用貴婦風水 以及水柴褲旺財法 來幫他減輕負擔 早日找到好歸宿 我覺得他搬到這邊環境很好 嗨 包姐 嗨 歡迎見面 恭喜你 搬新家 搬新家了 這是包姐 恭喜 連大門都已經掛上了 對 很避潛了 內行人 連個家起來是 這個厲害了 一進門就不簡單 對 鯉魚腰龍門對不對 對 那這是不是有錢的門呢 是啊 前門 真的啊 前門 雞蛋糕 三十六 把刀 是錢的門嘛 有時候小朋友會念 前門 雞蛋糕 所以我們是時常在佛像 連上錢 在計算機連上錢 在門上面連上錢 其實代表是有錢的門 就是有錢人家的門 富貴人家 對 好 而且大門整個是貼鑽的 那也是 Bling Bling 碧鑽之門 會賺錢的門 鑽門鑽 鑽門 改天我去把它全部都貼鑽 我實在 沒有,你先貼這間就已經可以了 已經可以了,是不是 而且我覺得這個圈子很漂亮 一進來,你看 是啊,我現在已經做好了 一進門的時候 開台就很舒服 因為好舒服 就這樣有一個佛堂嘛 對 他每天又回來 你看他沒有 一回來 就感覺很舒服很容易 對,有壓力 其次就是 觀音菩薩也好 柴授也好 玩到護持家運 他很心安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加分的 對 是哦 很加分 一進來就很舒服 我可是覺得我一進來就 回到家了 好安心 對 很多的問題是說 你今天這個門並沒有打出來 對 所以這個門 就是以這個房子 為它的運勢的啟動 就是這個 了解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前院的院門 所以在算這個運勢的時候 會以這個為原理 以這個門為主 以這個為主 那你這個門看出去 就是門對門 對 比較弱了一點點 它以這個門來看出去的話 你看一下 遠景無限 遠景無限 前途一片光明 你看 綠洋藍的 我想知道說 包姐,那個 因為這邊你看出去 好像是似乎沒什麼煞氣 但是你前面這邊也放了 我們上次那顆食感吧 對 然後還放了這個石像自在 對 是有想要擋什麼煞 還是就沒看 沒有,因為我是 沒地方放 封肯 第一個沒有 這個石頭 食感當時沒有地方放 第二個是因為那個地方有沒有 前面那個 有一點點 它也不算 對 剛好我也有嘛 我就把它放了 有放有保佑嘛對不對 對 心安嘛 六百虎 希望虎便能高高在上 加速就靠它的生活嘛 希望給自己加分 加分的結果就是 比較辛苦 但工作多 OK的 然後勞怒命嘛 包姐我好像知道的是 妳本來這個地方不是有這個空間的嗎 對 因為當初我買的時候 它那個是 怕把我兩台外推了 已經外推了 已經外推 所以一開門的時候 這邊就是客廳 那我有 我知道 因為我常看老師的節目 我就有聽老師有講說 每一個家一定要有一個前陽台 前景才會好 所以我就把它又做回來了 很少人會這樣耶 大部分都希望有一個很大的客廳 硬要把它推出去 述我直言好不好 風水很多都是因為貪小石道 對 因為方便廁所流通 開兩個門 叫做回風大 因為多一個空間變成包袱屋 是 會因為怎樣怎樣 倒成雜物 雜物橫生 它今天是退一步 進八路 恢復風水第一招 就是設計原有的客廳坪樹 將客廳門內縮 並且在進門處擺放火像 為自己創造出一個無懈可擊的前陽台 而這些舉動 不但可以開創自己的事業運 與窗外的圓景 還能夠相輔相成喔 我覺得也有新家的味道 是嗎 感覺一進來就是很舒服 是 而且我覺得好像比之前更大 好像寬暖 感覺就非常的溫暖 溫暖 因為我喜歡這樣子的溫暖色 然後又很簡單對不對 老師 我們以座位來看好了 這樣的擺放是OK嗎 以這個門進來 對 你們覺得我們平常都會跟溫暖 我不知道耶 看你們的習慣了 你比較高深 你... 對啊,沒事 老師在電視上說的 好像就是一進門 需要看到客人什麼的感覺 像沙發好像放這一邊 會比較好一點 應該會放這邊 你怎麼會選這邊 因為我是覺得 因為我是女生 我一個人嘛 等於說我是家長嘛 對不對,部長 那一般來講女生就是虎嘛 所以說我就在虎邊 然後呢 因為我在家裡坐就是不要進門的時候 就看到 好 會比較安全 因為不是說家裡面人叮怎麼往 是 所有的龍虎都是以面對門 對 左青龍右白虎 是,對 這是一個考量 那我們今天如果正常的話 我們會放在這個地方 對 坐在這裡 後有靠,前有門 龍開闊 這是正常的 可是你要注意到一個重點 今天的門不是那個門 因為這個並沒有打出去 對 這個門並沒有打出去 所以這個門為四門 所以這個門為四門 如果客人坐在這裡 那門在這裡 對 或是兩個門的距離以內 就叫作背門 如果是很遠 三個門,五個門,六個門的距離 就無所謂 那個比較背三門 背遠門 比較沒有受到驚嚇的危機感 這第一個重點 那今天你的門在這個地方 你坐在這邊是虎堤龍高 然後人來人往就在眼前 這個牆 這個牆 怎麼了 這個牆 怎麼了 這個牆 你剛剛想像 不是 這個牆 那整個人的人潮 跟人來人往 都在我的視線前面 所以不算背門 因為我製造一個虎堤龍高 這就是貴婦風水裡面 創造一個好的建議 所以說我把這邊把它隔出來了 然後一個是把它擋到 另外一個當棋櫃 反而是好的 對 所以這樣對的 是 所以這樣它做對了 做對了 非常地正確 因為其實虎堤豹姐 你搬進來 你自己裝潢上面 有那種改變嗎 整個全部改變 裙改 它原本不是這樣 除了它的格局 我沒有改以外 它整個裝潢全部拆掉了 變成毛皮膀 這是加出來的 厲害 我只是想說 我的鞋子很多 沒地方 我都掛了牌子 對 無印清擦 對不對 很厲害 今天跟貴婦風水 最有關聯的 就是三個重點 是 一就是我們面對客廳門的虎邊 虎不代表女生生肖出虎 但所有的家庭女性都是虎 來代表女生 第二個重點就是在於 我們所說的 臥室床的虎邊 是也能夠加分 第三個就是 女人地位最大的就是 廚房 這三個是貴婦風水的三個方向 我終於看出她的心機了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站起來跟我一樣 有啊 對 老師 你這樣 老師 如果你不接人的話 你也可以準備一雙室內鞋 不好意思 你這樣子 你幹嘛 你這樣自己戴反彈 也太辛苦了吧 我不要忘了走下來 不好意思 好 好,老師,你是講說 有三個 三個貴婦的一個要素 對不對 三個是必須貴婦要整理的 是 在這個客廳的虎邊 是 一定要記得一個重點 再窮、再苦、再難過 這邊要幫自己 所有的貴婦要幫自己加分 是 我覺得 為什麼中國人喜歡牡丹 牡丹有兩個大原則 以字來分析的話 因為都是花 牡丹的牡帶一個牛 中國人喜歡牛有財富 還有土 帶一個土代表房地產 丹是紅色的意思 也代表貴氣跟吉利 所以放牡丹在這裡 是貴婦的第一步 我會建議 牡丹一定要有五朵 不是有白牡丹嗎 五朵 像有唱的 五朵可以有 五朵 牡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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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也有五種顏色的牡丹 對,而且記得還是 用五形的方式來呈現 北邊上面的 是 淺藍色的 是 我們說的所謂的東邊 屬於右手邊的 比較會說是綠色的 然後左邊就屬於我們說的 西方的金,白色的 是,白色的 下面就是我們所說的紅紅的 中間是屬土 黃色的 但比例的大小 以居家的這個人的五形的生肖 來加分、減分 這就是開運牡丹的一個中間 上面是前藍 對,紅毛的木 綠色 西方的金,白色 下面是火,紅色 中間屬土 黃色 黃色 因為土代表無所不在的 是要土的顏色 可是那樣子的牡丹 好像還滿能找的 對啊 而且哪有綠粉 太浩草 太浩草就沒有開運的作用了 好 就是要很珍貴的 出眼淚 吸少就對了 可以自己畫嗎,老師 畫得很重要 譬如這個人很有貴氣 是 名氣 富氣 請他畫一畫 吸他的氣 那你樣樣 我知道找誰了 如果這個人有醉氣 病氣 衰氣 不要吸 有個人暴病的畫 畫到最後 三七 不是 你這樣 怎麼那麼均勞 真的嗎 屁股 不用這麼苦嘛 三七像是醫生的恐怖 對,有個人會拿一些 來個不明的畫 包括內地的一些畫 那個已經可能錢財敗亡 婚姻 我們不是看不起他 我們現在得罪內地人 內地人 內地的朋友 就是說人家選擇畫的時候 要了解這個原則 就是要讓對方 就是氣也比較妄言的 就是他那個人不會畫 他是董事長 請他畫一畫 吸他的好氣 但如果他這個是財富很... 什麼氣都很妄 可是他畫得真的很醜 那不 就是...就吸他的氣 掛好看 跟掛開月是兩件事 不在乎他的美是不是 你喜歡的 跟你選擇的 跟你掛上去的 是三件事 原本座位背門 卻因為一道牆 而帶來了好運氣 如果觀眾朋友家裡 也受制於格局 不妨在進門處 隔一道牆或是屏風 使技術動線 轉換到你眼前 讓你做得穩如泰山 另外 貴富風水的地月舟 就是在虎邊牆壁 情有名氣的人 畫上五色牡丹圖 而顏色的排列分別是 上淺藍色 又綠色 左白色 下紅色 以及中五黃色 來興旺女主人的運勢哦 其次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客廳的虎邊 要幫他加分 當初有支持 我們的女性的觀眾朋友 再加分 好不好 是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驚動 就是我以前的驚動 對 看起來是驚動 是 可是在風水看起來 就是一個 微波乳 不是 你怎麼看出來微波乳 不是在這看起來 怎麼看也像 鯊魚的大嘴巴的感覺 對 它就是一個藍色的鑽石 藍鑽 就是藍鑽的意思 怎麼說 那不是會很難鑽嗎 它就是 它類似就是說 貴重了石頭的意思 如果在女生的這個運勢 這邊放個 就像女孩子 你這樣 我帶個鑽石出去 是不是叫貴氣 是 那我現在家裡頭 家裡頭的虎邊 放這個類似寶石的 就是貴婦風水 也要喝 所以要在虎邊 先盡量放一些貴氣的東西 其次除了這塊 裡面再放168塊的COCO 是 是又貴又富又有名 可是老師 講到金凍有個問題 因為很多人 他可能是他的貴婦豪宅 他可能有三百坪 然後他的金凍 可能要放到比這個大 對哦 可是這個 比例 對啊,是比例的問題 因為今天包姐家 他這個地方算是長方型的 他這個地方也不太適合 放太大的金凍 好 那大小有影響嗎 我個人經驗是 他的 還有視覺的一個比例 你不能說三百坪 放個小小的就殉掉 我就述我直言一下 如果三到五坪的話 大概比例這麼大一個就可以了 你現在是用他的額頭來做 比例驚動嗎 三到五坪 三到五坪 大概就是眉毛 這麼大 如果是五到十坪的話 大概這麼大 這麼大 這麼大 如果是二十坪左右的話 我認為到這邊 如果是四、五十坪的 大的辦公室的話 到這邊 那麼這樣的驚動 才有這個能量 所以說還是被踢上驚動 叮叮叮 看到音速來算好了 有點失禮的,不好意思 但是這樣比較能夠 我們觀眾朋友 馬上能看出平數 所以包姐來放的話 他雖然是放這個 很大的驚動在那裡 客廳加餐廳大概有二十坪 這個比例剛好得到 我們的小燈的這個地方 因為我真的曾經看過一個人的 非常事業有成的 董事長的辦公室 他的辦公室大到真的不可以 就是這個客廳這樣子 這麼大 然後他放的驚動多大 就是這整張沙巴這麼大 也太大了吧 真的很大 他怎麼放在地上 然後他的開口是在上面 是 他是那種平的那種 那叫地保盆 是用大的 然後就放在他的那個 辦公室的後面 好漂亮 他等於是伸直兩、三倍以上 是 重點是 如果說一個不夠大 有時候加起來 也是一樣的意思 也是一樣的 所以說那我現在就等於 這兩邊各放一個 對 就算等於是 你這個 雖然是虎邊不加分 是 但是這只有加到七十分 如果你把它放在 我們的柴位地方 對耶 那就要更加 是嗎 當然 所以這邊有放白的 對 這個剛才這個 沒有 我這邊放的是聚寶盆 對啊 那個才會放 已經放聚寶盆了 老師 但我知道 因為我想說 因為那個太大 太大我放不進去 聚寶盆是 究竟聚寶盆怎麼了 讓詹惟忠欲言又止 水財庫必學攻略 錢財如滔滔江水而來 水財庫有三個重點 一就是後陽台的水 那個廁所 那三個就是 跟水有關的 就是 廚房 對 我們需要水能夠旺 這三個位置 如果都在整個的文化裡面 靠 這個水水相聲 最害怕的就是 水火客 水不來 才不來 都是我不好 來太晚了 跟河為中走 好運自然有 好 那我們來 這兩個禮拜都要想 詞語言 我這邊放的是聚寶盆 對啊 那個才會放 已經放聚寶盆了耶老師 但我知道 因為我想說因為那個太大 太大我放不進去 聚寶盆是 怎麼了老師 他忽然忘了 不是 聚寶盆它是屬於 石土 是一般的普通的土 是 你既然已經有 已經有飛機大炮了 幹嘛要用九灘車呢 所以它這兩個 如果交換會更好 更好啊 因為那是 這是一般我們說 跟我們一樣比較普通的家庭 用這個來聚財 也是一個提升 你怎麼會 普通家庭 你從說動物 動物 但一年就忙到 沒有 我震動的聲音 我還有很多放在那裡 對 你不要聽到這樣講 那你真的 好啦 所以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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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是老師 對啊 你如果把這個 放在這裡面 就一般人比較看不到啊 這種比較體面 比較漂亮 很貴氣的 不是應該放在 大家看得到的地方嗎 超級謝老師說的 你的口袋 會放出來給大家看 有道理耶 才不露擺 對 好 其次 除此之外 再來我們說的幾個 都是慧父的必備的 在那個湖邊 是 它的就是我們說的信仰財 信仰財很重要 很多人會在金洞裡面 會放上財神的天珠 天珠是小小的 因為很多人不喜歡太招搖 很大的神明 他覺得跟他的裝潢不太一樣 所以財神天珠 刻有神明的 也是一種財神露財香 像它這邊是放大版本的 對 因為花生大師 在整個我們所說的湖邊 就是信仰財 對 格局財 包括豹石的這個財 都是通通進來的 而且張老師 我記得上次我們去包姐家的時候 你說它這個 就是佛桌的位子 剛好是一個 財庫 凹進去了 也是在旁邊 然後也是在旁邊 那個財廟 對 那它現在搬來這邊 放的這個位子 有比知情更好嗎 那邊是一個馬蹄形的 對 可是這邊本身 那邊唯一確定是 沒辦法向天引神 那邊就可以了 它這邊向天引神 它已經遠離那邊出門撞壁的主案 對 因為記得那時候你的佛桌 對面是你的照片 是我牆 我怕他拿掉了 我怕他拿掉了 可是問題是對面就是牆壁 對 距離又不遠 又是家裡有金凍 又有聚寶盆 你優先把金凍放在材位 畢竟金凍的材質 比聚寶盆高出許多呢 但如果還要招更多的財 不管是聚寶盆還是金凍 裡面都適合擺放財神天珠 或是錢幣等招財物品 而居家的虎邊擺放糖卡 則可以為你賺盡信仰財喔 不過我們這幾集 一直在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已經有一個迷思 對 當然這一集也不免俗了 要再來講一下 就是大家已經知道 不免俗了 對啊 雖然你看到餐桌在這邊 好像覺得中間沒有什麼阻隔 但是因為你竟然是先看到 先客廳才看到餐桌 所以其實沒有開門檢証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中間就沒有阻隔 我進來就可以看到餐廳了 是不是先建設 我記得有很多的房子 是一進來以後 先看到餐桌 先看到客廳 對 可是你這個不是啦 我是先看到客廳 OK 所以還是有先後的... 在以前的三合院嘛 先到大堂 對 圓外接待賓客 是好朋友 等一下吃飯 就到餐桌 算了 可是老師還是有個問題 它這個餐桌 雖然現在沒有用 是靠來搶便 對 可是如果當它用的時候 它搬出來 可是就這一個座的人 就是在... 對 在神明前面吃飯 以前的人是 這個桌子 拜拜就拿出來 拜拜就吃起來 對 所以你們不衝突 但重點是先供養生病 是 再做一個了解 但是 還有更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你剛剛不是很開心嗎 不是那麼多 忽然一下 為什麼他不然用秀婦 他要想 用秀婦 因為很多的客廳都會呈現一個 長方形跟正方形的一個差別 它這個就是長方形 對 很明顯 很多的客人會在問我 到底這個客廳選擇窗簾 沙發 還有椅套的顏色 跟客廳有沒有關係 老師到底都誰在問 你算是其他的車碼被裹出 其實... 對 如果換廳的症狀的話 也是會看醫生會... 其實是可以治好的 然後... 好 重點是在於這個是屬於一個 木型的客廳 所以長方形就是木型的客廳 對 那木型客廳要怎樣 我們今天要把這個... 可能主人... 男主人、女主人的生肖先放一邊 對 就以木型的客廳來看的話 就是男女主人的個性跟樹一樣 會去慢慢的成長 會克服別人 會有耐心的意思 但木型在耳型中 你適合用的地板 木頭的 椅套椅背 因為木木相生 用綠色、墨綠色 你都可以 把它窗邊 那我這樣子... 也真的用... 那是木頭的 木頭啊 那是綠色的啊 因為有紅色的板叉 對 板叉 對啊 為什麼客廳會有板叉 因為這個 類似紅木的家具有沒有 叫作火木相生 所以長方形的客廳 長方形的客廳 以幾個大原則 一定是以綠色作為 我們做的木木相生 第二就是以我們所說的 綠色的椅套跟窗簾 作為考量 三個水木相生 如果喜歡黑色的沙發 或是藍紫黑的椅套 或像是藍寶石的 都是對於木型的客廳加分 可是如果今天這裡 隔過來一個板子 變成正方形的 就變成正方形的 這時候正方形屬土 就會建議我們的觀眾朋友 叫作米色的燈 黃色咖啡色的壁紙 也是像它這樣 對 像土土相生 然後這時候 如果是正方形的客廳 我們稱它為 土中生金 金就是白色 就利用這個 燈光也是不錯建制的 米色白色燈都很好 那這個土呢 最大的優點就是 我們說的火燃燒幫我們產生土 你會產生一個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長方形的客廳 跟正方形的客廳特別多 但它永遠不會排斥的是紅色 是嗎 所以這兩個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啊 所以它重點是說 紅色代表極意代表吉祥 針對長方形的客廳 跟正方形的客廳 都是加分的 所以紅色應該不用全部用到紅色 這樣很熱 黏碎吧 粉紅色淡紅色或點醉 點醉一下 有時候我就弄一些紅色的墊子 對 你又說對了 像這個有沒有 是 地板 地板 形成一個反射 那麼就是人的顛倒 所以你趕快去買一條好的地毯 所以你如果幫我紅色地毯 加分啊 對 OK 謝謝老師 長方形客廳五行薯木 適合搭配家具的顏色有 紅色、綠色、藍色、紫色 以及黑色 而正方形客廳五行薯土 適合搭配的家具顏色有 米色、咖啡色、黃色以及白色 另外地板的顏色既淺又會反光 沒有符合上名下岸的原則 最好擺放紅色地毯 不但開運 還可以區分出客廳和餐廳 我們看一下女人的廚房 代表她的財庫 也就是水財庫的地方 水財庫旺財寶典即將登場 空隆刀煞 嚇得詹惟中語無倫遲 在這個書庫的外面 有沒有 小小小小 那是菜刀 是 出門見到 就到了一個 自己沒辦法預防的一個 偉大的 什麼 什麼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不是這個櫃子出的問題 是它的形狀出的問題 對 所以它如果是放一個 對 就沒有關係 我們也吃啦 就這樣 都烤很多 都烤很多 我們一般會提到幾個重點 我們就簡單說一下 好 造前無窗造後無門 對 因為我們不再犯小人 這兩個距離 不好意思 要超過一個 超遠的 一個上手桌的寬度 其次冰箱不外露 這麥克爾、Jordan來 都才超過 對啊 那今天講到水財庫 有三個重點 一就是 後陽台的水 以及後陽台的位置 第二個 廁所的水 它的龍頭 以及它的位置 第三個就是跟水有關的 就是廚房 廚房 那什麼叫水財庫呢 重點在於 一 它這三個 這三個的格局 盡量選 藍色的磚瓦或修飾 或黑色、紫色 或綠色、白色 這三個顏色是晃到 水財庫的選擇 包括後陽台的綠化 廁所的瓷磚 用黑色的 諸如此類的 都是加分 所以像它用這個 黑色的琉璃台 就加分囉 OK 它很白的 而且有點帶綠 今天如果缺水還得了嗎 如果停水的話還得了嗎 三天就受不了了 對 我們希望水能夠旺 是 第二個 當然這是我們理想 這三個位置 如果都在整個的爐盤裡面 靠北邊 越接近北邊 叫做水水相生 或偏西、偏東都好 最害怕就是偏南 水火客 水不來才不來 第三個就是 這三個叫水財庫 一定會有水 如果水龍頭裝這裡 所以也是這裡 就往外面 往那個落地窗那邊流出去了 其實也不用在這裡 它如果換過來這裡 你就流出去了 很怕 所以一定要千萬謹慎 它水流的方向 是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說 可是它現在這樣子 它是往後陽台 沒有關係 並一下 沒有 這是往這裡流 對 往這裡流 一樣是回來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說的這個 水財庫的幾個重點 一定要把它記得 了解 坐的位置 顏色 水流的方向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我現在選的 這個顏色是OK的 加分 所以它三個都合格了耶 顏色也對 然後位置也是往裡面 對 全部都合格 而且最重要的是 水財位 水財庫 盡量要在火邊 因為龍邊是高高在上 我們不是放火 是說紅色代表火的意思 而水是往下面流的 所以是火邊最好的 所以都對耶 對啊 那都往這邊邊 對啊 水外圍又在火邊 那龍邊如果不小心 有一個廁所什麼的的話 所以我們說 理想是這樣子 如果有廁所的話 就水流向在補充 對 那用做顏色的一個選擇 把這個水財的一個 受到壓抑的 受到我們說香客的減輕 貴富風水第三招 水財庫周財法 就是在家裡會有水龍頭的地方 分別是後陽台 廚房和廁所進行布局 這三個地方 水流的方向已朝向屋內 並且最好設在虎邊 但不宜設在南方 另外顏色的選擇 適合用藍、紫、黑、綠或是白色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吧 像人家講說 紙窗最好是不要 這個玻璃磚 這個應該OK吧 這個玻璃磚 它有很大的一個作用 一就是我認為 在很多格局裡頭 因為不方便讓它的外露 又不能射窗怕露彩 這個具有一個型不外露 但光可以吸收的一個作用 所以很多的衣帽間 可以放這個 讓採光得宜 但是錢採不外露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很多的人 有時候煮飯煮菜 後有窗 又不能沒有光 這窗可有可無 無的話就一定很黯淡 所以你用這個來做玻璃 磚的話來吸收光源 第三個就是 很多的房子暗而無光 又不願意開窗怕風強 那麼長期來 因為沒有光 變成陽宅變陰宅 有時候做這個的選擇 對 對 這個光很重要 所以它有具有三個作用 一 房子才會外露 二 避免後有窗做一個彌補 三 有時候陰暗的陽宅 就有這個玻璃磚 來做一個挑戰 它透亮 對 難得講玻璃磚好壞 你記不記得以前我們在阿翁家 對 就是那個主持人 對 你就很看衰它的玻璃磚 對啊 為什麼 因為它一大片 它整片都是 那又太漂亮了 然後我們去一個素人家裡面 它也是 它在睡覺的旁邊 也是用玻璃磚 然後就是隔開它的走道 老師也覺得那非常不OK 其實我覺得老師應該是忘記 他自己前兩集有講過什麼 不是 現在再講他就好了 所以這麼難得 他講完玻璃磚的好處 像我最近在 調整我們家的小小的裝潢 也在用這個東西 所以玻璃磚不是不能用 而是要用那個什麼 對 這樣的大小 對 因為這樣的點綴的確有透光的效果 也滿藝術 也滿漂亮的 所以他廚很OK 位置也在 擺設也對 然後也是大 但是他的兒子的房間 問題大了 好 都是我不好 來太晚了 又是 又是來太晚了 你現在講了好像 你要進行下一個單元 就是啊 跟著維中走 好運自然有 是嗎 好 那我們來 這兩個禮拜都在想詞語言 真的 因為夏天 他們到我兒子房間 來 跟著維中走 來 好運自然有 跟著你走 三位請留步 怎麼了 怎麼會留步 明明我 走在你後面 所以你還要留步 好啦 其實有時候可以 寫作為說就好 哈利有三位 我們有看到了 沒看到什麼 包姐請留步 全身上在九位 我留步了 怎麼樣 好 就是說進門不要看到 進行不見床 是 對不對 那這裡是不是打開來 可能會看到床 那理論上 這裡應該是做一個 這裡是不是門對門 對 那麼這裡如果做一個書櫃 或做一個櫃子 其實做阻擋的作用 也可以做一個化解門對門 是 可是你這裡 不但沒有阻擋 而且製造了一個 自己沒辦法預防的一個 偉大 什麼 可怕的殺氣 什麼可怕的殺氣 什麼可怕的殺氣 不知道啊 你是說這個櫃子嗎 這樣擺不是很好看嗎 我覺得整個空間 對 展示櫃很漂亮 會不會是因為 它馬鈴琳 外面透了一個紅包丁這樣 不會 因為那邊去拿出去 結果回來弄斷了 是因為就不好意思給它一直露 對 就把它包起來 在風水裡頭有一種刀叫做 鐮刀 像是拱形的 是 就鐮刀上 包括我們所說的 叫做 在這個書櫃裡面 叫做玉帶環妖 在這個書櫃的外面 有沒有 像以前那個拆刀 是 叫出門劍刀 你們兩個人出門 很嚴重耶 你們兩個人出門都碰到這個刀 就是一刀刀 兩刀刀 兩刀刀 送刀刀 這有點猥褻耶 不是 就是... 對,好啦,它這邊要放久了 喝完之後不會那麼痛 所以放錯位置 不但不能夠阻隔 是 口舌是非 而且帶來危機的刀傷 真的啊 老師,Osker老師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不是這個櫃子... 不是這個櫃子出的問題 是它形狀出的問題 對 所以它如果是放一個方形的書� 對 就沒有關係 對,我妹時常跟講 方形的書櫃 就是平平的 會好很多 是 如果這方形的書櫃 能夠再超越一點點 就不會形成一個 類似必刀的櫃刀 你再超越一點 這邊不是就... 對啊,這個動線不是怪怪的 可以做調整 但是只要小小的調整一下 可以嗎 風水不需要大新土 不需要敲門打牆 所以我們只要四兩貨先進 我有開運黑衣人部隊 來支援一下 原本在房間門口形成的刀剎 究竟經過老師的改造後 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呢 要從這個角度 是 攝影師往這個角度拍過來 真的耶 就靠我的門 那麼你們兩個人呢 來 請這裡請 這裡有個走道 而且感覺好隱密喔 你的房間 對耶 是不是 對耶 還滿妙的 因為形成一個小走道耶 真的耶 我們都有一個迷思 我們都有迷思 覺得櫃子一定要貼牆 貼牆 對 對不對 其實你這個櫃子很漂亮 不用耶 圓形櫃的側面 正對房門 即形成出門劍刀 代表容易發生血光意外 除了把它換成方形櫃之外 把它往前挪 不僅化解刀煞 也能夠同時化解靜堂建防喔 好 這個厲害了 好 這一面牆 這個綠色記得太好了 是 為什麼 對 對不對 但是一般的人就不管它了 希望客廷看起來大 對 叫做側從躺 躺從側 對 這個擋 跟這個有異曲同工的作用 好棒 是哦 我只是覺得說開了廁所很不舒服 對 你把它擋住 可是你這個牆就完全擋住 好棒哦 謝謝 這東西 什麼樣的恐怖煞氣 讓主持人精神尖叫呢 怎麼了 不好吧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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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到話說不出來了 對 而且房間怎麼 不好吧 哪裡不好 無心 無心 老師你說 我不曉得耶 我前面都好好的 現在變成了 這個根本就是在坐牢一樣啊 沒有啦 因為我還沒有 我窗簾還沒有坐啦 真的 對 我窗簾還沒來得及坐啦 選擇好窗簾 好運才連連 真的嗎 那他是不是 老師趕快趕快 趕快我A你一下 什麼樣的錢 窗為眼門為口 是哦 我們的眼皮就是眼簾 就是窗簾 所以趕快幫他補一個好的窗簾 對 有啦 剛剛報警的時候他要裝 只是還沒有來得及 對啊 還來不及 重點 重點是你兒子出外 總是要與人交際互通 是 你的房間這麼大 這是隆間 我可以小彩一下嗎 可以啊 可以啊 你請 要消毒哦 好可憐 好可憐 這個是刀 對啊 吸到他的樓邊 又壯壁 又有重物 你簡直讓他人體關係 敗壞到極致 對 那怎麼辦 你把桌子的床 對 對 對啊 而且明明那間房間這麼大 御用首席黑衣人部隊 一波走啊 明明只有他一個 是一個 好來 班幫我們馬上班 好 真的謝謝 我們現在都自己到處服務 而且是立刻改 綜觀兒子房 比較嚴重的問題是 除了樓邊有重物 還有梁刀切床之外 床頭還被涼壓 做媽媽的 當然會心疼寶貝兒子的運勢 而我們絕對不會袖手旁觀 只要簡單搬東西家具 馬上就會有一番新氣象啦 價值好不好 價值好很多 好很多 真的謝謝 謝謝 所以我們不是開玩笑 真的是很用心 那這樣的話 我們把它那個 想到 包姐太激動 包姐太激動了 開心 因為我是說到時候 把它整個床架起來的時候 買一個床架 可以再稍微 比過去一點點 其實就夠大 很大 這房間很大很好啊 而且 因為它 那時候那個 有一個床頭 對 過來一點 因為我還沒有給它買床 有床嗎 對 就有床嗎 對 這樣很好 這樣舒服多了 對 而且這樣左右逢圓 女朋友也有 男朋友也有 可以看一下 你讓我看一下 我想這麼跌倒 這邊還沒有好啊 這邊 應該是這邊 誰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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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害我們講話怪怪的 原本樹桌被床 動線顯得相當擁擠 而床位的籠邊有冷氣和涼刀 在無形之中也增加了壓迫感 經過了乾坤大挪以後 床位不僅左右逢圓 旁邊還多了一個柴位 另外書桌的動線 也變得更為順暢喔 定環無見側 側沒有衝床衝門喔 沒有啊 就剛好在旁邊 而且它有架狗 來 而且你就這樣走進來了 好大喔 是 喂 老師 好大的廁所耶 老師 因為竟然就坐在我的馬桶上 因為有很多人在問老師 為什麼 為什麼還要戴著樓盤 這個馬桶還是要大的舒舒服服 是 中國人喜歡吃喝拉沙睡 這個還是很重要的 很多的馬桶 它的旁邊 譬如說這個馬桶 在這裡 就是背門 背 那就是我們說的 很夠很盡興 那個排泄系統會出問題 連馬桶都真的很背門 已經 莫名的 那麼一般 沒有 沒安全感 可以鎖門啊,老師 其實 所以敲門啊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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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其實居家的邏輯科學 跟風水是有一個相關聯合 其實就是馬桶也盡量不得已 千萬不要 像 蓋著門 因為很多的門 正好對到客廳或餐廳 不小心一拉開 幹什麼 老師,跟你也不要餐廳 對 尷尬 尷尬 是 其實馬桶也是一個水柴 對 就是把晦氣排掉的地方 如果排不掉 代表二性循環 所以它還是要接近我們剛剛幾個理論 要居北或西 西方的金或東方的木 都是屬於這樣的一個方向的原則來看 所以馬桶的座位很重要 是 所以包起來這個馬桶大加分就對了 可以嗎 可以 所以馬桶的座項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 讓自己可以上得比較有安全感 也是一個優勢 對 馬桶不移背門 也不移正對門 否則容易對消化系統造成影響 而代表水財庫的廁所 也移在房子的東方、西方或是北方 來增加財運 在看完了廁所之後 緊接著來關心一下包正方的運勢 但沒有想到 他竟然在主務房做了不得了的設計 這是什麼 這個厲害 這一片 我只能說 一般人看不到他要想走 但是我看得透 因為他很擔心別人 誰說的 沒有 他很擔心別人進堂見床 馬上看到床 所以他用這個來做床 對 可以做一個 太厲害了 對 然後放這一塊 對 好處是避免門內門的那個衝的氣 對 氣場 所以也去加分 然後又放一個實感當 代表跟他兒子 你不要來跟我吵 我們想給你吵架 對 而且他有放這個 告訴你 說媽媽真的很偉大 媽媽很強 對 這個還不錯 滿加分的 但是 有時候 有時候還是 超小的錯誤 OK 怎麼會 我覺得 這邊是凹進去的 是 對不對 對 這邊是一個實際的梁對不對 對 這個不算梁 要間接造型 你這個床 是 其實可以放過來這裡 對 可是那個時候 我不曉得為什麼原因 反正總是有一個原因 所以不 不是你放過來這邊睡 這樣不會不安心嗎 對 其實真正的標準答案 因為他房間很寬有沒有 對 很寬 這個可以叫做 因為長點的話 如果是完全看不到他的床 對 那麼這邊的寬度有 門的寬度 對 立在很自在 那麼床頭放這裡 左欣龍 龍洞 龍來龍往 虎不壓過 尚無涼 前無窗 欲帶又環繞 加分 最重要的貴婦風水 在臥室裡頭的虎邊 既然有個 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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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藝室有根藍說嗎 對 有很大的一個根藝室 這個有根藍說嗎 根藝室 好大 有 包在裡面 而且他這邊用 還有這個 也是座林磚 對不對 因為這邊整個是 密地石的 所以做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讓它 稍微有一點點亮 這很讚 人家不可能 來這邊拖你的錢 進不來 第二個光源保持 不至於太陰暗 對 第三個又有個私密 重點是 是在 開了一個 我們所作的金庫 就是貴婦風水 有個破缺的 所以說我的一個 衣帽間 最好是在床的 床的 湖邊 所以你藏錢 就可以藏在這裡 對 可以守財 所以從客廳 你是普通的貴婦 進到你的臥室 其實超級貴婦 真的喔 那我以後天天要待在臥室裡 對啊 而且再放個保險箱 什麼時候 那好 那麼多把它整理乾淨了以後 所以老師現在講 你講的就是要貴婦 即使就是 家裡有男主人 我們也是要把這個衣帽間 裝在虎邊嗎 如果的話 這是幫女人意味增加 聚財 只進虎口 你不然那麼小生幹嘛 我們在錄影啊 怕很多男生 突聽 那可能如果都 對 如果說一家之主是男生 他在賺錢的話 那是不是 他賺了錢 他要有活力 跟龍一樣 出去賺 賺完以後 到虎邊 虎口搖 手 對 所以不管怎麼樣虎邊 裝這個就對了 對 貴婦中學 OK 太強了 涼壓床頭 除了家關床頭櫃 避開橫樑之外 調換位置也是不錯的選擇 而經過調換後 更衣室就會在床位的虎邊 裡面再擺放貴重物品 就會讓聚財的效果更好 好 桃花 桃花 桃花加強一下 放哪 對啊 因為花要不要放在什麼 桃花位的位置 還是一樣嘛 我們說桃花的問題有沒有 另一帶環藥也有了 藍花也加分了 那你客廳的那個 我們說的貴婦的風水有沒有 會提升貴氣逼人 對 那麼自然就有我說的 好難會找你啊 好 那你不急對不對 而且床也沒有外露 也不會有爛桃花 是正桃花 所以他不需要放一些粉金 什麼的嗎 粉金是基本的 放客家也是一樣好 然後買荷花 就是取它的花香 都很加分 OK 謝謝 很快聽到包姐的好消息 好 真的